所以風吹出來的時候會把塗層吹到頭皮上面 然後這個塗層呢 它可以幫助你的頭皮 會有一些灰塵啊 或者是洗髮精流殘留下來的有毒物質 都可以消除掉 就是透過這個吹頭 好久不見我是利益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跟我一樣 真的很想要出國 從疫情開始到現在已經過了10個月的時間了 真的非常懷念在國外購物的日子 不過人家都說了 網路是無國界的 既然不能出國買 我們就在網路上來吧 相信我去過日本 多多少少才應該都有看過這個網站吧 它是一個外國人去日本專門註冊的網站 像我之前去日本沖塵的時候 也是透過這個平台註冊的 那除了註冊外 他們最近也打造了一個線上購物平台 主要是針對海外市場 像是香港、台灣、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等等的 對於現在不能去日本購物的我 所以呢 今天就是要來看 像我在這個日本線上購物平台拿到的東西吧 那我們先從小盒的開始 第一個呢 是這個牙膏 它叫做海蜜澡糖椒牙膏 他有附給我兩張介紹的第一張是 這一個 除了一些漢之外 其他全部都是日文 能不能來一點中文啊 喔有有有有 對 還不錯 就是至少它有中文 讓我知道說這個牙膏到底是幹嘛的 它就是透過了 七種植物性的原料 做成的這條牙膏 其中分別有什麼 當歸根提取物 少藥根提取物 現蟲根提取物 地黃根提取物 生薑根提取物 茶葉提取物 完全沒有添加研磨劑 因為有些牙膏它是會添加研磨劑來讓牙齒 達到美白的效果 總之它就是一條好像蠻厲害的牙膏啦 這邊就有一張圖是說 它如何去除口臭的 那大家應該知道我之前我拍攝一支影片是 美白牙齒的 因為我的牙齒算是真的偏黃 大家可以看 所以呢我當時就想說可以試試看 這個牙膏到底是不是真的有這麼厲害 可以透過這些天然的萃取物來讓牙齒美白 有點像是我之前買的日本美白牙齒的那一罐 那效果不知道怎麼樣 我們現在就直接去刷刷看吧 然後刷完再跟大家講說 我覺得怎麼樣 為了要拍這個開箱 我早上還故意不刷啊 所以現在可以看到我的牙齒 就黃黃的 然後有一些牙膏 好那我們就來試試看這個牙膏 先聞一下它的味道好了 有一些中藥味 雖然是我不是很喜歡的味道 因為我不喜歡中藥 那刷刷看 看感覺怎麼樣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第一次使用這個海蜜合皂糖椒牙膏的心得 它聞起來的味道是稍微有一些中藥味 但是在刷的過程中 你不會感受到中藥味 然後它也不會像是有一些牙膏是刷進去 你會覺得你的牙齒很涼很刺激的那種感覺 沒有 它整個過程都是算蠻溫和的 刷完之後你會覺得你的牙齒很光滑很乾淨的感覺 就不會像是 就是可能有一些它是會用研磨劑所以會感覺到牙齒粗粗的那種感覺吧 跟我一般用的牙膏用起來的感覺是不太一樣啦 我個人覺得是還蠻不錯 實際上我比較想要知道的還是說它到底有沒有可以美白牙齒的效果 那因為我只有用第一次 所以應該效果不會那麼的顯著 我就多用幾天如果真的有不一樣的心得再跟大家補充 這樣這個海藻蜜糖椒牙膏 海蜜合藻糖椒牙膏 怎麼那麼難唸啊 對好那我們就下一樣 這個好像是一個廣告詞吧 小小的一個東西 然後它這個是面膜 它這是沒有給我附中文的說明的 不過它有一些圖片的說明 它這個有點比較偏向是近未來型的化妝品保養品 什麼叫近未來型就是比較高科技的感覺啦 給大家看就是這樣一小片 對那它這個東西叫做玻尿酸面膜 大家應該都有聽說過人家去漁美都會打玻尿酸吧 那它這面膜科技在哪裡 就是你在你要附的地方弄個化妝水 然後把玻尿酸面膜配上去 它就會慢慢的吸到你的皮膚裡面 因為它本身就是玻尿酸家 所以它不像是一般的面膜 你敷完之後還要濕掉 它就是你敷上去就會慢慢的就消失了 應該是這樣啦 照它的介紹寫使用方式就是這樣 大家可以看一下 是日文 那我也看不懂 然後呢它這邊有一個是 顯微鏡的一個照片 它在使用前跟使用後的照片 就是你臉上的水分不同的程度 我簡單上查了一下介紹 我簡單上查了一下介紹 它們是用 將近頭髮四百分之一粗細的細線 去製成的化妝品技術 然後它這個也是世界第一 將將布尿酸做成奈米纖維片 真的是近未來型的化妝品保養品 可以在你臉上可能有皺紋 或者是你比較在意的地方做使用 然後等一下呢 我這個布尿酸面膜想要用這個位置 就是五八大我們看到我這邊有兩條皺紋 我就做一邊 然後看會不會有一個比較大的差異 那我們來試試看吧 先用一點點的化妝水 把我這邊弄濕 貼這個一個小技巧 就是說你的手是濕的話 就盡量不要去碰這個 因為它碰到水就直接化開了 濕開後就是長這樣 那我想要貼這個位置 貼完之後把它撕下來 喔 沒濕到 還是它已經黏到我黏上去消失了 什麼東西啊 我搞錯了什麼 不是這一片嗎 欸 我姐猜一下影片好了 剛剛因為我沒戴眼睛的關係 所以我不知道 我其實第一次就已經黏上去了 就是它碰上去的瞬間 它就已經化開了 然後跑到我的皮膚裡面了 我還一直以為 沒有你知道嗎 然後我現在摸這邊 它是有一點點水嫩水嫩的感覺 那因為我現在光是打這邊 我換成正面給大家看一下好了 好給大家看一下呢 我剛剛是使用這一邊 現在這邊就是有一點類似像玻尿酸吸進去 滑滑的那種感覺 然後這邊就是剛剛洗過臉的狀態 這樣 對大家覺得有差嗎 我是覺得差異不大啦 我再使用一片好了 就在這個位置 我們把它試下來 喔 各位有沒有看到 在這邊 我現在用一點點水 沾一下這個 有沒有 消失了各位 它就是直接吸到你的皮膚裡面了 我自己是比較少在使用像類似這種化妝品 保養品的東西 因為我是一個很懶的人 所以我覺得 我還要敷一個面膜在那邊 然後敷15分鐘就把它拿掉 我覺得 覺得很麻煩 但是這種東西我覺得還蠻厲害的是 我就弄個水然後貼上去 就敷完了 它就吸進去了 完全不會浪費任何的時間 但我覺得這樣要說它的缺點的話 就是我覺得它有點太小片了 只能針對局部 那這個就是玻尿酸面膜的開箱 那我們就再來開箱下一樣吧 SANC高級吹風機 整個盒子其實我對已經覺得蠻有質感的 然後打開呢 我覺得更有質感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這一整支 是完全全白色的 有沒有非常的有質感的感覺 那我一樣簡單的看一下它的說明介紹 好了 好OK我剛剛花了一段時間稍微查一下 這台吹風機到底有多高級 它大概有幾大 比較值得講的特點好了 首先呢就是它這個裡面的加熱器是 純手工製作的 而且是100%的陶瓷加熱器 那陶瓷加熱器的好處就是在於說 一般的吹風機啊 他們通常都會釋放出電磁波 像是我們可能使用一些微波爐啊 或者是電磁爐都會有電磁波 可是透過純手工製作的100%陶瓷加熱器的話 它是完全沒有電磁波的 不管是孕婦啊還是小孩啊 或者是寶寶啊 都是可以完全放心的使用的 就是他們並不會因為吹風機而接收到電磁波價 只是它其中一個很大的賣點 第二個賣點就是它在打開的時候 會有這個圓紅外線 那圓紅外線呢可以魔化細胞 並且幫助殺菌 可以調整整整個頭皮啊 就是有些人它的頭皮會乾癢紅癢 那可能透過這個吹風機吹一吹就會好了 第三個就是現在大家比較流行的就是 負離子 這個藍色的燈就是它有在釋放負離子 那透過釋放負離子 就可以讓頭髮有一種保濕的感覺 下一個就是我覺得還蠻特別的 就是它這個吹頭 它這個吹頭呢 就是說透過一個奈米技術 然後有一個塗層上去 所以風吹出來的時候 會把塗層吹到頭皮上面 然後這個塗層呢 它可以幫助你的頭皮 會有一些灰塵啊 或者是洗髮精流殘留下來的有毒物質 都可以消除掉 就是透過這個吹頭 那我自己在開箱這個之前 我其實已經實際上使用過了幾天了 所以我可以直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實際上使用這台的心得好了 那這個呢 是我之前一直在使用的吹風機 是Panasonic的MA9A 然後呢它這台是可以吹出負離子的 所以吹出來呢 是頭髮其實也是會有那種保濕的感覺 而且它的風量是有分三段 然後功能也算是蠻多的啊 就是有什麼頭皮模式啊 皮膚模式 護理模式啊 然後這一台呢 它的風量就只有分兩段 那這兩台比起來呢 我必須說 SA1CE 並沒有PanasonicMA9A 這一台吹風機的風量大 然後它的功能選項也沒有 MA9A這一台的多 但我覺得這台優勢就是 它並不需要去選擇這麼多的功能 它直接吹就是綜合的 就是很多功能在一起 這兩台都是可以冷風跟熱風同時吹出的 那我覺得 它們兩台比起來 我個人覺得啦 Panasonic這台唯一的優勢就是 它的風量比較強而已 其他我都覺得 這一台比較厲害 我自己實際上 吹這一台 總共吹了大概六七天 每一次吹完 我都覺得 我的頭髮變軟了 我從普通的吹風機 換到這一台MA9A的時候 我那時候就覺得 吹起來頭髮是很順很軟這樣 但是我在使用這一台的時候 我就覺得 哇塞 天差地別啊 它吹出來是真的會讓你覺得 頭髮就是 非常的順 非常的軟的那種感覺 然後它的風量雖然沒有那麼強 但是它吹起來 我不知道為什麼很快就乾 所以我大概平均吹一分半 我就把頭髮吹乾了 真要比起來我覺得這台 比Panasonic的MA9A來得好 不是說就是 它的價格比較貴 所以我覺得比較好 是真的實際使用上來 我覺得它真的是好滿多的 不過它的價格 真的也是稍微有點貴 一樣 所有這些開箱的資訊 我都會放在下方的說明文裡面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就可以去看 今天就是開箱這三樣 那未來有機會的話 可能會再到這個平台 挑一些產品來開箱 不知道大家對於什麼樣的產品 比較有興趣 都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訴我 那今天影片到這邊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幫我點讚 分享加訂閱 那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 喔對了 我覺得Panasonic 還有一個優勢就是 它可以這樣用褶的去手拿 我覺得還滿好的 因為這樣它這個空間 就會變很小 可是像這個就不能手拿 所以它就一定 得要佔到這麼大的空間 然後再加進去 再加進去 再加進去 再加進去